新闻如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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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有个反制裁法 林郑说想由香港这边立法 你有什么看法? 你怎么看? 应该比大陆涉入来好 对 讲个人的意见 更简单就弄错了 你知道他搞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嗯 我们所讲的动机是为何搞这套东西 放下来呢? 嗯 就是说等你这些东西都制裁我不到 嗯 但他又不明白呢? 就是说等于你一脱就会一脱 嗯 他中国政府不就制裁一帮佩佬 是 有啊 之前有啊 其实全部人都会在那就要搞了 我是思维的 比喓裹的 温柯 通过他们要对等 对吗 對他不利的時間是押對陣, 他不肯說對陣, 他不想我們香港同胞為對陣, 因為我們沒有投劫,選特首, 他不肯說對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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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政治的智慧, 不是說要對陣, 要被平安平坐, 要公公五代, 那些會多理, 一走下去的社會, 只不如有分大小, 階級, 條件不同, 難道你日一日四位, 還有一件下午茶? 是平品, 你不理, 有個無形階級, 國際也是, 國際也是, 好了, 但這班旺狗佬, 我們旺狗部那班低邊幹部, 我看來當他們是很英俊, 他們說出來好像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他們不知道現在正在開戰, 在和平時代, 什麼事情都沒有, 還可以守規矩, 講禮貌, 講禮儀, 要搞這些, 化妝東西, 要排隊, 講規矩, 現在正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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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未開砲, 經濟戰已經打了, 後極戰就是打仗, 打仗, 打無焉的戰爭, 周圍拉幫結派, 你有拉幫結派, 他又拉幫結派, 從拉到那麼多國家的錢, 在門口搞壞事, 所以這幫暗狗暴, 就害死習近平主席, 習書記就不能夠死, 你在打仗, 打仗就不能用這些船規, 出兵的, 你動我,我動你, 不一樣的, 你會死的, 現在你動, 制裁班人, 人家就升級, 等大家在華盛比賭錢, 現在鬥錢多的, 去得幾去, 你無得去啦, 搬了五隻航母艦來, 你搬多少隻, 炒了一隻半, 一隻幾個翻身的, 還要一隻蠻魚號, 一隻烏賊號, 你搬什麼東西呢, 他都不在實事求是, 這幫人, 他到現在就要避這些東西, 咦,我這個財馬呢, 他不肯碰的, 他再制裁你, 他說, 你不要你, 美金銅港, 不脫歐, 不肯被你掛, 那你怎樣? 知道嗎? 是呀, 很大影響, 是嗎? 是呀, 一聯手歐盟, 給了家屬謝禮, 是呀, 是呀, 他都沒有想過, 這些, 你說的對等呀, 平等呀, 大家講規矩呀, 公平浪靜講得, 現在打仗, 就不能講的, 那不講講什麼呀, 難道要投降, 我沒有叫你投降, 你要扮猛, 在下棋, 你要學俄羅斯, 俄羅斯很多時候不肯說話的, 知道嗎? 純不少說話的, 有夠你說, 他那些扮停在那裏, 不肯觸聲, 不觸聲, 沒有事的, 你制裁, 我都不肯制裁你, 你有沒有俄羅斯發聲, 說制裁回來的? 你有沒有見伊朗, 制裁回來的? 有沒有? 沒有呀, 沒有呀, 是不是呀? 人家知道你是打仗, 就不是用這個遊戲的模式去打仗的, 現在是打這個無燒煙的戰爭, 但其實這還是戰爭的, 中美, 所以他還是用這些50年代的思維, 不要做外交呀, 不要收工呀, 王毅你的目嘴, 我最認真是這班無家產, 整個國家就是這班無家產, 外交一部, 怎樣真是扮天狼, 不要現在整隻屎狼都做不到, 死狗無家樣, 還在那裏撐, 你撐什麼東西呢? 是呀, 你整個班制裁法, 你便害怕香港人不得點, 你便害怕金融公司要走咯, 我在這裏開一間金融公司, 我做生意, 為什麽我做好不做呀? 做的, 叫你政府查詐我, 我不肯做的, 就你共產黨查詐我, 我和你生意, 你都支持我, 你制裁嘛, 明白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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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一升級, 你怎樣? 嗯, 是呀, 有沒有評估過呢? 是呀, 是呀, 招不招架的, 你沒有籌碼, 知不知呀? 嗯, 有個擺帳, 五隻戰艦出來, 航母艦, 你縮得幾隻隻, 隻半隻, 半隻, 五隻, 有隻走到半隻, 你會死火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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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打仗, 要計籌碼, 要打游擊戰, 那你中國共產黨進, 打游擊戰的, 現在你就要在那個經濟上, 打游擊戰, 不是叫他投降, 是假裝網, 華家不肯發聲, 因為你沒有籌碼, 又沒有實力, 會制人回美國, 嗯, 是呀, 沒有能力硬拼, 沒有呀, 這次沒有呀, 完全沒有, 是呀, 即是說, 你不得知己知彼, 你違反了鄧小平的力量, 不是實事求善, 嗯, 除非你這個混蛋, 整個按鈎道, 楊潔篪為首, 王毅大媽的混蛋, 是無間道, 外人的中國共產黨, 混蛋, 你不得知己知彼, 嗯, 你不得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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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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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幫華為養豬, 是, 怎麽求善呢, 都沒有打圓仗, 求什麽善, 人家給他們求善, 看谷球都善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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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所以現在呢, 因為早前我講過的, 我帶給好朋友, 我們小欣生活反正常化, 你一竊出來, 你要總得被香港所有的外資金融公司, 全部撤走, 你很多都不敢玩, 世界這麼大, 你只要在這裏交收, 你只要在這裏交收, 對嗎? 是啊 是 對 抗引大新加坡市場, 如果想要靠你嗎? 新加坡都不太歡迎, 是啊 真的準備好了 所以, 全部都傻傻的, 你香港是賭菜, 然後拿給港幣掛套, 你便把人民幣掛, 再有東西害你, 它又可以升級, 為什麽那些鬼佬人不走歐盟那麽多國家 他就可以與本商人 他時機起你時不起 人家數了你的牌 一個人說你去外匯你都沒有外匯買東西 現在都要下人道禍打 不想讓國民出外 沒有錢 人家出外匯買錢 你不想簽證 給你拿衣服 你不再拿護士 我先去掃描你牌 是 掃描你那裏 掃描你那裏 掃描你牌 所以這班人家產是害人死的國家 現在他由 初初這個五家產香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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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正 扑街 這段白河 他說 他說怎麼不掃描 讓人家通行過 集養 洩下去就可以了 不掃描 堅韓立法 你為什麽惡狗 就是怕共產黨 吐到氣 你不想 你讓他立即死 死得不夠快 你為什麽惡狗 這些人 你透過香港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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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個時間 諮詢民意 一讀二讀 拖來拖去 搞搞搞搞搞搞 你明白嗎 總之還有很多時間走 因為時間走斬 過世情還有什麽變化 是對我們中國有利的 我們說的話 是要國家為主 你的黨 我旗次 我當然 我不想他特地傷害 但我又講的 現在你的意見 要國家利益為主 作為一個公民 要國家利益為主 要什麽為主 我沒有個人的 我講一些時事 我要國家為主 國家利益為主 因為我們在國際工作內 知道你比佬的 有很多英招 被你看到的 是不肯是東西 我了解他們 我當然了解他們 你不肯是鼓靈清拜他們 他們經常燒煙花 你信不信美國人 經常飛彈 那些火箭會掉下來 特地膠子掉下來 給你看 學一下骨河 你當它掉嗎 是 它打完的時候 一隻都不掉 打你的時候很準 這樣 傻的 為什麽他們不肯知道 那些是來來來 美國人經常炸死的 是啊 所以我們看到很惆悵的 真的 你現在香港九人到這樣 今次今次說 你國際上的那個國力 你這個按鈕部是沒有什麼用的 習近平書記 習近平 習近平 你炒內交部 這幫不家產 你就有人走 不是怎樣的 沒有想過好相 我國人衰 就有什麼奸誠 樣子衰 怎麼會好相 好 第二個問題 好 也是 林鄭 她說 香港電台 將會和內地的中央電視台 合作 放更多的內地節目 給香港人看 還有提高文化 好像說 是啊 我昨天看新聞看到 她說 她是中央電視台的忠實電視 不知道什麼時候 代手 現在一個台長叫什麼名字 我問你 中央台第一個台長叫什麼名字 不要叫你數一下前五個出來 在劇中 中央台哪一套劇集最收集呢 要劇中 好 你提高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 什麼叫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幾多族 有沒有婚姻文化 有沒有宗教文化 有沒有忏悔文化 有沒有忏悔文化 你問一下她 你說中國文化 你問她 中國有沒有這些文化 這些就有 這些就有 這些就有了 中華文化 有的 你有沒有讀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講中華文化 基本是什麼 這些就是中華文化 你說是ESO 我問你 陳我 你不肯得到這本文化 如果你說是中華文化 為什麼你不肯教 你說不是的 為什麼你買到現在 還是通街 都每年有人買 是的 好 再講近代 最新興奮月 講習主席場 習書記場 那習總書記 推廣那四個自信 當不當是中華文化 嗯 林鄭陳我 你回答我 習近平總書記 現在推廣的四個自信 是什麼文化 純不純於中華文化 你回答我 很難回答我 這個問題真的 對她來說 什麼叫文化 都沒有人知道 有歷史的沉積 有個傳承的 那習總書記 那四個自信 當不當是中華文化 他不夠膽說不是 你為什麼知道中華文 有沒有人用呢 嗯 他自己用的 是啊 要時間的 要時間 你貪污的時候就用 如果你沒有自信 為什麼要貪污 是他的幹部用 他沒有叫你六百姓 那四個自信 他沒有叫你六百姓 他那四個自信 說什麼黨員聽 就是告訴你 嗯 原來是這樣 你們搞錯 你們是群眾 你有沒有搞錯 是啊 你不是人民 你沒有搞錯 你明白 你明白擇我打 ele的生命證 你有沒有寫公民 是 那種生命證 但那種生命證 都不寫公民 是居民證 你這樣做公民 做人 中國共產黨 講出來的詞句 他的人民是党员的,你们那些是群众, 所以叫林郑策娥做好党群关系, 你不要胡说,中央台的粉丝,你老母,你半国, 你不要拿着英国护照,你家人, 在英国时代表名,打靶,判国, 抽水,学一下东西,不要乱,不抽, 是这样,好,我们是博士, 两部分。 本当这些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感谢niejsze部长的安排, 去年我们跟周摇队和副体venir, 就料了 在阮南 施生板 使用所有今天 精明的智慧 我们刚才 看了很多 我对我国家 交友 我不太理解 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为什么 我们支持这个 大八坡抢术的工作 我想让署部长 现在跟你说清楚一点 我们在一千多年 就说我们古英都 有一个很大的 他说人类的社会 追难找到 真正的自信 找钱容易 就真正的 不容易 不为病的 所以 跟署部长应试的时候 我知道他当着 我大把个抢术的重点子 我说我们国家有思亡 市产很多不同的知识 今天更多 你养花料 你根本不需要 生的 不需要 不需要 炸的 好了 书部长跟我说 邓小平先生 他在一朝 七朝年 问一个星州 留间部 我们国家 发展 要干什么工作 对不对 书部长 在一个星州 说 问一个 要做大百个尝试 要提供 正确的知识 给中国人 他尝试东西的时候 他有一个途征 就到他真正的知识 所以我就 把我一身人的 14年的事件 都跟他们 去做 推荐 这个大百个尝试 就是 在我们国家 美国地方 我跟大家 讲一些 很简单的问题 很多人都 带水了 你从小水 中水 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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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了 带水 你出来 做事情的时候 你带水 水的东西 有多少 你可以用出来 你可以用得多少 有很多人 你根本没有用过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 能力分清楚 你这个水 哪里的东西 什么时候可以用 反正你用的 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当年 许多年 跟水位 请客做的时候 他又要注意 我很重要 我们国家发展 重点是在 改正人的 军令 在军令上 改变来了 国家就有失望 甚至很多问题 出来都是 军令上 不清全 我在香港 有三个网络 我创办 有三个网络 我一个 是健康的网络 人最重要 你不要生病 怎么样保护你的身体 很重要 这个是我 学医的时候 学未来的 我提供我的知识 昨天 资深姐姐的老公 我都依然出去探他 他三个月 中风后 手不动 昨天 十分钟 冬起来了 所以老秦 非常开心 水部长 你要高兴 我把它 撈一手 给他看 所以我们中国人 最重要 人最重要 是注意健康 第二点 我们出问题 是心灵上的问题 就是想法 我们出来做工作 我们看生活 很多干部 掉关了 为什么出问题呢 他吃东西吃的时候 根本出不多 就是看到 看到女人的时刻 他过不了关 就是他这个心灵 没有力量 所以你看很多干部 出问题 都是因为女人 闹事 弄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将来 国家发展 你对青少年 受伤的吉他 这么健康 用什么方法 保护自己 第二个方法 是你这么保护 你的心灵 很有一个中心力 就是 请这么中来 怎么管你这个请 不会出问题 同时 这么拥请 很重要 刚才看到 这个中央电视台 发展的资助费 不错 可是我看到一个问题 经费怎么可以保持 中来出去 可以赞钱 不要靠人家帮忙 不要伤楼筋 怎么带一个 资助一个平台 发展不简单的 所以很多网络 它是批败 怎么做什么 网络平台 可以赞钱 很大的需要 我将来有机会 可以把我一些 个人的经验 跟你们这个 社会里面 有一个健康平台 保护人类健康的平台 有机会 可以跟大家 开拓一点 我是在印度医学的 我今年车我70岁 因为现在 世界上美国国家 美国也有些 这个奥巴马 他为了这个 医病的问题 影响他整个美国的经济 他都为这个健康的问题 今天很难得我呢 从香港都是我学生 很多都是我学生 我在香港开货 两个小时 我赚一货 你一个人收费是 十万块钱 所以我快一个货 我收这个学货是 两百多万 十万块钱的 我希望你们这个 网络平台真的 可以 把它发展得更好 我又带香港的朋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重新去 英国人管制的地方 他们这个思想观念 对国家观念 比较拨弱 所以这次过来 没人都有张钱 买这个八卦传书 几百人张钱 我跟你讲 我千万对我们国家有个感情 所以我就做一点工作 因为做青少年的工作 日本人不懂 他们都是大学生 他们想黄 看很多书 有资本的知识 你不可以 受一些不实际的 人能可以影响 他不可以 所以我用我的方法 在香港做很多工作 所以今天带他们来 北京跟大家交流 他们希望理解 多谢国家的情况 也看到国家的发展 对我们国家将来 由什么工作可以做 我们都是一家人 香港同大陆 都是一家人 我重新感谢 水部长 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的同事 我们经过去雪岭来 都有一个很真情的却族 这有个人的厉害 到今天来就不容易 我千万将来 由智慧跟太阻 以机会设意证 有什么方法 希望我们国家的老百姓 生活得更健康 先灵 最重要的一个先灵 跟官僚 非常精确 希望你们提供多一些 精确的说明 给我们中国的同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跟中国交易电视台 应该是老朋友 很熟悉 但是很遗憾 一直没有来过 今天 托 副主席的 副先生的副 陪你来 我也有机会 来看一下 看了之后 我原来也知道 Jerry电视台做的工作非常好 但是看了之后 比我想的要好得多 从高校 支持大学生 创业 创意 实在在的 不是讲空话 我想 这个里边将来 也可能 出个把乔布斯那样的人 出来 一直到 学前的儿童 想出方法来 让孩子喜欢 让孩子喜欢的东西 能看得着 让孩子看着的东西 能够有正能量 能够使他们 成长得好 看了你们的节目 一辈子都有好处 而且教育电视台 用 想尽千万百 这种现代化的手段 把好的东西 传播到千家万户去 传播到 农村去 传播到山区去 这个是 教育公平的一个 最好的方法 实际上 要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不平衡 要每一个地方的 学校都办得一样好 要每一个老师水平 都一样高 我看一百年也做不到 但是每一个孩子 都应该能够受到好的教育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能够健康地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将来能够为国家做出它的贡献来 我们就要想用现代化的手段 尽可能地让他们方便地便宜地得到好的教育 这非常辛苦 感谢教育电视台的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 你们做的努力 我们应该全中国的人今天感谢 明天感谢 一直感谢你们 为我们民族的发展做的贡献 谢谢你们 我们 还感谢香港来的朋友们 你们 一贯地 不断地支持 中国 贫困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 做的每一分小的贡献 加起来都是大事情 都会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繁荣 有利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强势 兴旺 当然我也知道 我们民族兴旺了 你们都高兴 是你们做的是 你们自己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们 做这样高兴的事情 今天有一个机会 能够互相交流了 电视 教育电视台的同志 跟香港亚农基金的朋友们 一起见了面 互相有了更多的了解 以后也可能找到更多的 合作的机会 来共同做更好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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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